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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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住在这家干什么 希望五千年传统文化 一直传下去 不要中断 实名就是这 你只要真正发这个大愿 佛活在价值里 绝对不会疏忽的 我们发的那些没有能力怎么办 佛菩萨会叫那些有能力的人 都来帮助你 我走的这条路 就是证明 我们这一代的人 是最可怜的人 出生 在 战乱犯中 十一岁 日本侵略中国战争的爆发 十八岁十九岁的人 日本投降 社会秩序才恢复 我们才能去上学读书 我们才能去上学读书 那样的年龄 人家高中毕业都大学了 我们都促中 所以一样都没有学好 遇到这么艰难困苦 所以中国这套传统文化 不但救中国 而且可以救全世界 他的基础 他的基础 是孝敬 孝敬是根 中国文化的根本 孝养父母 讽刺四场 所以 不孝顺父母 不尊重老师 中国传统文化 他学不会 再好的老师 也教不出他来 这基本的条件 就是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具足了 遇到好老师 回报纸 以后遇到 方东梅先生 张家大使 黎北南老巨子 我在台湾就是三个老师 学如学父 而这三个人 在台湾确实难得 我这个医生 就是有个使命感 希望佛法 传统文化 能够复兴起来 能够传得下去 不能中断 我们想的 我们想的就是 这种事情 地下路越走越广 越走越踏实 越走影响力越大 现在走到世界最高峰 走到联合国去了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 怎么回到联合国 只有一句话 三宝价值 祖宗有得 不是我们过人 所以你要发现 自然价值 为什么 你肯做 你要不做 价值也没用处 你肯做 只要肯做 真的三宝价值 我是自己又没学过 什么都不会 其实有这个念头 他就有这么多人来了 居然能够办 看学院 能够向这 世界宗教大学 卖金 最后想办这个 世界宗教大学 这个目标是可以做得到的 什么是第一功德 干这个事情是第一功德 用药的老四 这都是文言学的 我们就迫切需要的 认识汉字 能看文言文 我们需要这种人才 这才能把文化复兴起来 如果不学汉字 不学文言文 这东西 看不懂 复义之一 那就很可惜 全民教育 最好的方法 就是补书班 就是补书班 把这门库补书补起来 这就是有救的 补书班的教材 我们在 我们现在编地 小学 学习 生理学 跟这个 这些套东西 小学 从三岁入学 六年 三四五六七 小学到七岁毕业 三岁上学 七岁毕业 这一套书 它统统能背 统统能讲 统统能落实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成功 中学教育 也是六年 从九岁开始 到十五岁 六年 这个第二个六年 就是初中高中 年少 年四书无尽 初中 学四书 四书要背 要能讲 要能落实 那十五岁 就是大学 大学 大学 四年 五年 或者是要到六年 拿到部署班 只求一部书 全书是要 这种圈 真观真要 这两样东西 大唐之谷到底 尊严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发菩提心 亲自已保守 共生极乐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